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坤成 悉心安慰他 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光 两个人天天见面 李坤成也看得很开 他告诉林静恩 生离死别是早晚的事 并帮助林静恩在最后一刻成为李太太 在世俗人眼里 这段超越十年的恋爱 似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悲情爷孙恋 可能在当事人看来 他们的爱情纯洁无瑕 好像没有沾染半点人世间的风尘 但有媒体爆出 李坤成多达5000万台币的遗产 一分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儿子 而且从他儿子发布的动态中 他也说了没有得到任何遗产 且父亲在病床上奄奄一息 还抱歉说 什么遗产都没有留给他 5000万台币 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大笔钱 而坐拥这笔巨额财富的林静恩才刚刚27岁而已 林静恩未来的路还很长 有不少人只看到了这场跨越40岁爷孙恋表面的甜蜜 并认为爱情就应该是李坤成和林静恩的样子 不惧世俗眼光 不怕别人闲话 只和爱人厮守 可是 一旦了解他们的恋爱过程 尤其在了解林静恩的家庭后 相信大家会发现 他们这场长达10年的爷孙恋 结束的并不体面 林静恩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从小衣食无忧 他上面还有一个姐姐 和从小就有些许调皮叛逆的林静恩相比 姐姐乖巧懂事 自然更受父母的偏爱 但林静恩出生没多久 父母就离婚了 林静恩跟着父亲生活 父亲忙于工作 不仅没有时间照顾关心女儿 反而经常将生活中的不如意迁怒到他身上 林静恩在父亲的家暴和辱骂中长大 早年他还会去找母亲诉苦 但后来母亲有了新的家庭 还生了一个弟弟 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是同水火 他常常在林静恩面前咒骂母亲 还警告林静恩少接近他 就这样失去了母爱 在父亲那里也得不到宽慰 这让处于青春期的林静恩更加叛逆 处处跟父亲对着干 但是父亲一直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只是觉得女儿大了 管不了 干脆将教育孩子的包袱甩给了外人 他知道女儿林静恩喜欢音乐 就找了好友音乐人李坤诚 当林静恩的钢琴老师 顺便开导开导他 改善自己父女俩的关系 借着上课的机会 李坤诚对林静恩嘘寒问暖 林静恩情绪不好 他就把林静恩交到家里住 从钢琴课到饮食一手包办 林静恩想了解一个乐队 李坤诚直接给他讲了 这个乐队的整个历史 这让林静恩对他又多了一层崇拜 他们之间从来互称静恩和昆诚 林静恩从李坤诚身上 得到了一直渴望的爱和包容 这是在他父亲身上从未感受到的 但他以为这就是爱情 林静恩问李坤诚会不会娶他 李坤诚说了一句很自私的话 你敢嫁 我就敢娶 他完全没有为林静恩考虑 一个不按事事的少女 嫁给一个老头子意味着什么 就这样 懵懂无知 缺爱又渴望逃离原生家庭的林静恩 毫无防备地掉进了甜蜜陷阱 两人的恋情曝光后 林静恩的父亲非常愤怒 命令林静恩立即和李坤诚断绝来往 林静恩一气之下 砸坏了电脑 并以死相逼 非要嫁给李坤诚 林静恩一气之下 把李坤诚以诱骗少女的罪名 告上了法庭 没想到这一举动 却把女儿推得更远 林静恩出庭维护男友 一再强调自己是自怨的 最终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了林妇的要求 和家人彻底闹翻后 林静恩离家和李坤诚同居 为了爱情 他从高中辍学 人生和眼界也就只在了17岁 而反观李坤诚 这样一个男人真的值得吗 他有过一段20多年的婚姻 和前妻的第一个孩子 都已经将近40岁 比林静恩还要大20岁 在已婚期间 他曾出轨一名20多岁的小姑娘 被当场抓获后 和前妻离婚 离婚后 李坤诚也和多名年轻女孩 谈过恋爱 和林静恩相爱前 他还有一位年轻的女朋友 当时李坤诚意外受伤住院 他的女朋友便照顾了他一年多 他转头就搭上了林静恩 还吐槽对方对自己照顾不周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这样一个男人 他图的是什么 但林静恩还是选择 堵上耳朵 蒙起眼睛 一头扎了进去 其实一开始 李坤诚是先看上了 林静恩的姐姐 电话短信不断 追求无果后 才转向林静恩 这样所谓的真爱 从开始到结束 都是畸形的 和李坤诚在一起后 林静恩再也没上过学 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多年来 他一直靠李坤诚照顾 在最好的年纪 他看似轻松 实际已经和社会脱轨 放弃学业和家庭 现在连精神支柱都倒了 不少人都为他惋惜 说他一辈子已经毁了 李坤诚明知道自己已经很大了 但还圈养着林静恩 这也变相地断了林静恩的后路 即便李坤诚给林静恩 留下了这五千万的巨款 他依旧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拿着再多的钱也没有用 他没有任何靠山和保障 网上对这段爷孙恋的讨论越来越多 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 李坤诚生前留下的遗书也被曝光 李坤诚在遗书中 用极大的篇幅 写了自己与林静恩的过往 他表示 自己非常享受与林静恩的经历 也非常爱林静恩 但他从没有对林静恩遭受的苦 提过只字片语 仿佛林静恩为了他牺牲那么多 是应该的 他甚至还表示 自己下辈子还要和林静恩做夫妻 言语看起来有些自私 并且 也有网友表示怀疑 如果李坤诚真的如自己所说那般 非常爱林静恩 为什么直到去世前 才选择和林静恩结婚 如果真的爱得深沉 那么无论多少险阻 李坤诚都应该克服才是啊 林静恩继承五千万的事情被曝光后 很多人都表示羡慕林静恩 但却没有看到他经历过的那些风雨 五千万 背后隐藏着林静恩与家人决裂的痛 也藏着他在李坤诚身上花费的十年心血 试问 一个女孩人生中能有几回春 为了李坤诚 林静恩浪费了生命中的青春年华 恋爱十年才最终得到了李坤诚妻子的身份 真的值得吗 这五千万或许真的如林静恩所说 没那么重要 反而是个烫手山芋 拿着这笔钱 林静恩还被李坤诚的儿子排挤 遭受外界各种猜疑和讽刺 影响了正常的生活 林静恩与这位妻子的关系不算太好 李坤诚去世后 双方通过个人账号和媒体 已经互相交手了好几次 主要针对李坤诚遗产和后世安排两大问题 林静恩与妻子也是各有各的不满 首先就是有关李坤诚的遗产 李坤诚儿子早早放话 父亲什么都没有留给自己 表面看似感激李坤诚 但话里话外又强调 洁净成长过程该受的罪 我现在和以后都会这么赚钱 隐隐约约透露父亲的不负责任 以及对妻母林静恩的不满 虽然最终林静恩成功嫁给了李坤诚 成了他的合法妻子 却还是被驱逐出了李家 继子完全没有赡养他的意思 连李坤诚的后世安排他都不能参与 都是继子全权负责 在丈夫李坤诚去世三天后 林静恩宣布11日离开台北开启旅行 带着李坤诚的心一起感受这个世界 他还称在离开前见了几个知心的朋友 根据他的环岛旅行计划 无收入的他大概率会用遗产支付旅行的花费 未经他人苦 莫选他人善 这句话放在李坤诚与林静恩的感情中完全成立 不过李坤诚生理心理年纪都已足够成熟 这段不对等的感情 他要承担主要责任 毕竟爱情和亲情并不一样 成年人要比未成年人看得更清楚 也有责任引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未来希望林静恩能够在旅途中 见识到更多的风景和人 寻找新的生活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欢迎订阅 敌人